大家好,欢迎来到橘子美食器,我是Curlin橘子 今天跟大家分享红豆芋头稀米露的做法 将300克红豆用清水浸泡一碗 锅中加水没过红豆,焖煮2小时 这红豆可以用手轻轻撇碎即可立出 现在来煮稀米,锅中烧开水加50克稀米下锅 水一定要烧开才能放稀米下锅 不然稀米容易散开 煮至稀米完全透明,捞出放进冰水中浸透一下再捞出来 这样稀米的口感才会更抠弹 把100克芋头去皮切丁,下锅加水刚好平起芋头煮熟 再放入煮好的红豆 再调入30克白糖200毫升纯牛奶 再焖煮10分钟就可以盛出了 最后加入稀米,香甜软糯的红豆芋头稀米露就可以享用了 美食值得分享 生活需要记录,橘子美食器与您一同前行